就住明岸医院一个确诊的个案 想和大家补充一些资料 昨天我们都和卫生署一起做了追踪调查 有两位照顾个病人的抽血缘 是会被列为紧密接触者的 其中有一位就有点不舒服 所以现在就会去我们急症室那里看医生 另外就是有另一位我们的抽血缘 就是会被安排隔离检疫的了 根据我们同事的报告 这两位抽血缘在帮病人抽血那时候 都有配戴外科口罩和有用手套的 但是同时就发现当时那位病人就没有戴口罩 所以还有几声咫ентов 所以我们就励病人请你带个口罩 他们就继续他们的临床工作 但是他们做完工作的时候 就发觉原来疫情还没有戴口罩 这里我们医院局表示十分关注 我们都是再次呼吁所有病人 应该要听从我们医护人员的指引 因為這樣不僅增加了我們同事和其他病人感染的風險 現在我們有兩位醫護人員 因為這樣就要進入隔離檢疫要14天 這個其實對我們醫院的運作構成很大的影響 而且我們都在這裡再次提醒所有病人 一定要跟我們醫護人員合作 聽從我們醫護人員的指示 因為在醫院裡其實是一定要戴口罩的